其实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您现在在学校教学当中 除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之外 会跟同学们传授一些 黑板画的这个创作的技巧吗 对 在上课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书本里面有一些图案的话 我会直接把它画在这个黑板上面 这样子学生就觉得更加的直观 然后学生也会在下课的时候呢 也会在黑板上面去画 下课的时候这黑板就不想插 大家都不想插 我们的编导真的有到福建去 有到您的班级里去 采访了一下您的同学 您想不想听一听看一看 在同学们的心中 我们的林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呢 来一起看大屏幕 画得非常简简明了 明暗关系清理得非常的好 这个很美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这很难令人想象得到 他只用了一支粉笔 还有一块黑板 就完成了这么令人一副惊艳的作品 他这样的刻画画画得很生动形象 续续如生 他画得画得十二硬 十二软 就是画得特别到位 老师被感动了 感动 老师眼睛都湿润了 其实往往最朴素的绘画工具 比如说老师手上的粉笔 就更能表现出作画的人 他的那个功底 最让我听起来的就是林老师的话 非常敬的听人 其次就是林老师对同学们的提问 都会乐趣的回答 他上课也很有趣 有时候会跟我们开开玩笑 也不会特别严肃 我们找他谈心或者聊天 他也都会很喜欢的 就是认真 就是认真的听我们说完 每一个问题都会回答我们 不知道这事吗 这个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看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感觉能够收到那个学生那个表演 确实也心里面特别开心 有成就 我觉得金杯银杯作为一个老师 最不如的就是同学们的口碑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向林老师致敬 看得出来 有一位同学说 哪怕我们生活上会有一些问题 跟林老师谈心 他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们每一个问题 我觉得您应该在这个岗位上是一个幸福的人 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一群喜欢你的孩子 也能够把你的专长交授给孩子们 对 这是最幸福的事情 嗯 谢谢大家